大家好,欢迎回到《军老戏然》,我是李主持Larry 今天想和大家讲讲海南岛的沙马湾 这边我们讲的余林海军基地 海底洞穴,我们有一张照片 卫星图片拍到中国核潜艇进入海军基地 似乎在下面有门进去 下面有地底洞穴系统 相信这个对大家来说都应该不陌生 我们很早也讲到,中国最大的潜艇基地 是这个余林海军基地,沙马湾这个 这个潜艇所在地,得意的地方 第一,它可以东出太平洋,南出南海 所以那个海域相当开洋 第二,这个海域的深度比较深 所以如果它出来的时候,就不太容易被其他部队找到 尤其是美国 美国长期都有些P8A,或者我们讲的偵察机 其实都会在上空附近做监视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军武器仍常跟大家报导 在海南岛附近,经常有EP3,P8,以前有P3C 都会在这个附近海域飞过 其中一个,除了收地面或陆机上的一些飞行部队的资讯之外 最大程度就是将中国最大的潜艇基地附近捕捉这个潜艇 所以今次如果我们拍照,拍到附近一个潜艇进出洞穴 其实这些相片是相当珍贵的 暂时这个卫星图片,所以就不说看得太清 究竟它的位置是什么 大家看看这个吧 似乎要进出这个位置 附近有些博船在附近 你看到那个位置就是一个洞 打开的话就可以进去 平时你看到这里很有趣的 平时你会发觉它的码头没有什么船 当然也有试过把093B拍到 不过我们觉得这些码头拍一些水面蓝 其实这个海军基地也可以拍一些大型的水面蓝 这个航母船会不会在这里拍呢 也有机会,因为将来山东号落湖 就在这里的越南海军基地 所以也有机会你会看到 会不会注入一些大型,例如055,052 或者这个航母船 或者我们说的071,055 会不会真的在这里呢 也有机会 但是075,071这些应该会安置 在东部战区那边会多一点点 那南部战区呢 当然它也有一定数量的071 那有没有机会呢 就这样擠到呢 我们也不太清楚 不过大家知道了 近期台海局势 南海局势 就是中美之间拉到那么紧张的话 那你会看到 那边偵察这个海底洞穴的 渔林海军基地似乎都在所难免 那这个基地呢 特别在山墨下面的洞 就完全被挖空的 所以下面都可以擠到很多潜艇 那保守估计 那肯定可以擠到四至六架 这个核潜艇都不止的 那如果可能你觉得柴电 可能再擠多些呢 那里面应该都相当之大 那美国也有类似这种 墨西哥湾里面的情况 那所以你会看到 这些潜艇基地呢 其实都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第一 它保留了我们所说的核报复行动 那核报复行动呢 就代表如果全国国家 都被对方的核攻击摧毁呢 其实还有第二次攻击力量 我们叫做报复的力量 那就可以留给潜艇 发射弹道导弹 去将核弹头 打回对面国家 那如果好像美国和前苏联 这些国家 就有个互相保证毁灭的情况 就是说 如果你杀了我 我可以杀你一次 那最紧要执行的地方 就不是空机和陆机 因为主要这些都会被攻击了 那海基这些潜艇 躲在这些基地里面 就在本土发射 这些威力的核弹 那但是呢 说来说去呢 今天呢 我们除了想说这个情况之外 其实美军呢 可以这样说 留意这些基地 就留意了很久了 那它会派出很多不同的飞机去探索 究竟这些地方是什么情况 那大家就一看图 那底图你看到呢 其实这个海军基地 上面的建设 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位置 可以和大家慢慢讲一下 那如果你看到这个建设 由右上角讲起 右上角呢 其实你看到呢 它是有些什么呢 是有些武器 有些通道呢 其实是擠在这里的 那么就变成了呢 就变成了呢 可以让大家容易点看 我看一下 如何让大家容易点看 好 那你见到 那你见到 右上角的位置呢 其实就是一些武器的通道 就是擠一些武器 另外呢 你见到呢 右下角的位置 有张图 那张图呢 那张图呢 告诉大家 它有些染体 有些好像基库的东西 的感觉 有些基库的东西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那这些位置是摆什么呢 我们相信是用来摆导弹卡车的 那你放在导弹卡车呢 即是放在导弹卡车呢 上面就可以发射一些飞弹的情况 那另外呢 你见到那些路呢 很长 和位置很阔的 就是比一些大的卡车 就通过 那我们猜 就真的擠在导弹卡车 那里呢 那另外呢 大家看看 左手面的幅图 左手面的幅图呢 就是说给你听 入口的位置 看到没有呢 那绿色的位置 就说给你听 门口有多大 门口有多大 门口有多大呢 就大概16米门 其实呢 就绝对够擠一架 潜体进去的 那你见外面的掩体 就是一些camouflage 就是我们说 一些遮蔽物 或者一些掩饰物 遮遮液 假扮天然的情况 那当然呢 如果在现在的卫星图序里面 基本上都是无所遁形的了 那另外一些设施呢 例如你见到绿色点那些呢 就代表拍一些军艦 那些位置的支持设施呢 你见到一些码头的那些位置 那红色就代表是摆一些武器 那白色就代表是这个基地营运的人员 那所以你见到不同的位置 那另外有蓝色一些security 就是保安层面的那些 那你发觉这个海域基地呢 其实呢 都挺齐全的 那些东西呢 你见到呢 都井井有条的 所以都引来 其实美国多年底的不同的偵測的情况 那当然了 他们的偵測的目标 很多时候就是这些 就是我们说的潜艇 那核潜艇里面来说 这一图就是094来的 那094呢 这个新一代 叫第二代的核潜 这个弹道导弹的核潜艇 那主要你见到它就有12飞 那它究竟里面有没有分导弹头呢 我们都不知道 那就算有也不会像美国那样 有说5-8飞 那可能里面 我估计有3飞可以射 因为问题就是 如果你的分导弹头MIRV 你太多 其实你的射程不会软 如果你的弹头可以少一点 重量少一点 可以飞软一点 那我们相信 它应该以飞软为目标的 就是以分得多的弹头 那个扰劣敌方的目标为主 所以我们相信 就放3个位 甚至乎没有的 1个而已 那就尽量谷长射程 巨浪2 这些我们说的 飞弹大概可以射到 官方说 大概射到8000至9000公里 但我们相信 应该大概是7000公里 7000公里 你都要说到 去到夏威夷才射到美国本土 有命让你去到夏威夷 也很厉害的 因为和平时代 也不可能 让你去到那么远 所以可想而知 常常会看到 那些P8A的飞机 就会在你上空走过 你都很难去到的了 另外我们想说 P8A这种飞机 P8A这种飞机 过瘾在什么呢 就是 它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设施 秘密的设施 放在这里 让你经常性地偵測到你 你看到那里很长很长的一枝雷弹 你觉得这个非常长 这个是有一个很重大的功能 这个叫AN-APS-154 这个机载感应器 这个大型吊装系统 或者我们简单说 就叫AAS系统 先进的机载传感器 安装在机底 它要故意安装这个支架 因为都挺大的 这支架是由雷神公司发出来的 它是一个埃萨雷达的阵列 所以它掃描的范围非常广阔 而且合成空径的模式 可以捉到一些很细节的影像 甚至细节到如何呢 细节到可以作为一个瞄准的系统 瞄准了之后 锁定了之后 就可以有其他的攻击机 作出一些攻击的行为 讲开了 这个AN-APS-154 其实它本身是一个 LSRS 就是它早一代的雷达 放在P-3C的 叫做AN-APS-149 其实这个放在P-3C 其实也很厉害 但是这个是后继的 后继给P-8 大家知道 P-8的航程 它可以装作的 比P-3C更加好 所以这个航程 经常都会在南海附近飞 这航程 当然是建构电子战的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也非常特别的 当然是20年前 01年的时候 EP-3E已经飞过大陆 那次就出市 所以现在 如果美国飞去这些地方 都会非常小心 因为P-8A的雷达 这么先进 真是被捉到 真是很麻烦 所以你看到 它不是很多架P-8A 都有装到这个系统 其中大概 我们收到消息大概7架左右 都会栽埃了这么先进的系统 所以它们主要栽埃了这个系统之后 就不停在这些机地上起飞 主要捉你094 094在码头上 有时你看到它会拍两手 三手,四手 有时不见一手,就代表什么呢? 第一,你马上就会拍到中国 我们说的潜艇製造的地方 你狐狼岛 是不是要放在水上去维修呢? 如果你发觉好像没有 那会不会就出了海呢? 那出海去哪里呢? 第一,当然是南海 第二,西太平洋 第三,印度洋 如果出现印度洋的时候 其实美国现在都会有境界性 因为前出印太的位置 印度洋 也是它突破南海口其中的位置 所以现在可以这么说 现在捉中国的潜水艇 其实可能大家就少见 常常在Focus讲航空母艦 其实捉这个潜艇 和捉鬼行动的没分别 是一个海军非常认真去做的事情 但大家又很少在媒体射体 那我们就会常常追踪这个情况 大家一知道 中国的核潜的发展 将来会非常快 所以美国这边 一定要在捉它的部分 为什么现在美国的位置会这么紧张呢? 其实某程度上是因为中国 将来发展 核潜艇的速度会非常快 如果大家一看图表 在2000年的时候 中国潜艇的数量是62架 而SSN 反正你看到N 这个位置代表是核潜 你发觉当年的SSBN 就是我们说 这个是属于092级的 应该当时 只有1架 后来你发觉 2005年到2010年的时候 SSBN已经去到3架了 去到2015年的时候 SSBN就是我们说的 可以射去美国本土的 那种弹道导弹 核潜艇的那种 已经有4架了 这个我们叫做 唐级 这就是4架 这些位置 所以其实也挺可怕的 不好意思 这个是晋级 没有免识美度唐级 今天是096 最后要发展到第三代的核潜艇 但是你发觉 它的常规潜艇 其实数量也挺多 例如你看到 由2000年开始有56架 而去到2010年的时候 你看到 因为要替换一些 舊的常规潜艇 48架 你发觉 那些我们说的 普通柴电的潜艇 没有什么特别的数量 都是steady的 但是核潜的数量 会不停加上去 所以你看到SSN GN的意思 代表可以做陆上攻击 这种你发觉 去到2010年的时候 5架 我们主要说是093B 去到2015年时候 6架 现在是7架 大家留意到 中国的潜艇部队的数量 是不停地上升的 如果去到2025年的时候 就去到71架 当中就已经会有 10架对陆攻击 或者我们说攻击的核潜艇 然后有6架 因为未来再加多2架 再加多2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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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说进级 0.94 即是用核弹打击 美国本土的潜艇 可以加到6架 还是你和美国比较少 俄级比较少 但是中国来说 现在都相当了不起 这个数目 会对美国本土构成一定的危险 尤其如果真的要试射巨浪3 它声称在渤海湾试射巨浪3 如果试射成功 它的射程应该会超过1万公里 即是说 它只要在南海发射 就有机会打中本土 所以这个都非常令人忧虑的数字 你看到到2030年 我们经常说的中美太平洋战争的时候 你发现它的核潜艇 包括核攻击潜艇和核弹导弹潜艇 加上就有21只 其实和美国的比例大概是2.5至3 即是1比2.5至1比2.3的情况 但是当然 美国那边的潜艇就会先进你两代 因为去到2030年的时候 哥伦比亚级的核潜艇 就会取代我们说的俄亥俄级的 弹道核潜艇 当然是刚刚开始而已 所以哥伦比亚级大概有一只 或者两只 甚至乎没有 如果禁止了 当时的维珍利亚级 应该都取代了相当多的 陆核潜艇级的核攻击潜艇 所以 其实美国保持质量的优势 而数量上 中国会多一点点 核潜艇方面 中国当然会越来越落后 但常规潜艇的话 数目可以弥补一点点的劣势 但当然要看在哪里作战 如果在远洋作战 常规潜艇 就未必可以在水底支持到那么久 所以就相信如果真理发动 这个核潜艇大战 都只能够在中国近海的活动 例如南海、东海这些位置 东海尤其是涉底 因为会遇上日本的潜艇部队 被发现都非常容易 包括它的P1、P3、P8的美国门座 加上他们的潜艇部队的搜寻 所以我们也看到中国 中国潜出印度洋也是一个突破口 印度那边有买P8I 所以我们可以感觉 未来可以是一个全世界围堵中国 除了水面舰艇、飞机之外 水底战也是非常激烈的 那我们可以预期来近五年 美国及其盟友 会围捕围捏 中国潜艇的活动 将来越来越频繁 在我们军武器言的分析里 大家都会越听越多 所以今天我们引指 即是说渔林海军基地的一个秘密动约 但其实也揭发了美国 涉以不舍 不停地追踪着中国核潜艇的去向 当然这会保障本身的国家安全 以及在西太平洋附近的盟友 以及国家的一个稳定的基础 好,那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台 记得订阅我们 按键便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分析 另外,多多看广告 因为我们这些小台 你不看广告都很难支持到的 多多看广告 我们可以接下来多些服务提供给大家 讲动画,我们都在找到 不过真的很难 你要找到一个动画师 他又要懂军备 你不懂,只剪又非常麻烦 所以我自己做 我又不是很熟 所以都是评论多的 如果大家要看动画看其他台 没办法 不好意思 我们主要是分析的位置 另外,我们开了转数快 开了这个行行 大家如果多多支持 我可以转数给我们 多多益善少少 没有所谓的意思 另外,也可以加入我们 Patreon会议频道 我们在上面 有时都会放一些独特的分析 局势分析 或者一些兵器分析 所以大家可以用一个五元美金 即是我们说是三十多港元 即是一个月 不是一次,即是一个月 你就可以任听我们的节目 下载音档 不需要那么多 你们看YouTube的数据 数据都贵的 好,希望在其他节目 再听到我的分析 我是你的主持Larry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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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